多大的孩子了 还肯定看动画片 就不能多学习一会儿 看看邻居家的小美 期中考试进步了三十名 不分清红皂白就知道说我 谁说看动画片就不是学习 我讨厌死你了 就说两句 至于吗 你可冤枉孩子 也小瞧动画了 这些都看完 成绩匆匆长 学语言 看无聊诗社 是十家网络热门梗 这样讲述诗人的生体 十字背后的故事 你一定没听过 再配上脑洞大开的视频 学古文超有趣 学数学 看数学漫步 九个章节 两个小时的数学之旅 带你进入第四维度 学物理 看我的牛顿教练 牛顿转行做体育教练 拥有不搞怪 青森科普运动中的物理知识 学化学 看门杰烈夫很忙 看单极标题 就兴趣满满的脑洞化学纪录片 再也不头痛被元素周期表 学生活 看工作细胞 将体内细胞拟人画 以偶像进行试 讲生物学小知识 学历史 看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以华夏历史为主线 十二只萌哒哒的小猫咪 轻松演绎历史故事 还有这些优秀的话 记得陪孩子一起看哦 明镜需要再来十分钟以为主线的影响 我们就应该 Down